各位嘉賓好 我是柯宇瑞 今天是2023的3月21號 3月21號禮拜二 今天跟各位嘉賓來介紹一個 有關於自通安全的 我們國家在2021的時候 9月有頒布一個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治安及國安2.0 公佈的單位是國家安全會議 在總統府的國安會裡面 國家安全會議屬於國安會 會議裡面有一個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就是 國家安全會議裡面的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公佈的 他的英文 他有幾個英文單字 第一個 第一個 People 培養資安人才 第二個Protation 重視資安的保護 第三個 Prosperity 就是就是那個繁榮 促進經濟繁榮 治安的一個三大戰略目標 這個知通安全戰略報告 他的全名叫做國家知通安全戰略報告 治安及國安2.0 他的全名叫國家 有兩個加兩個字 國家知通安全戰略報告2.0 然後是國家安全會議發布的 我們先看一下新聞好了 如果我們在網路上打知通安全 打炸 會出現幾個問題點 第一個是網路交友 網路交友 他這個知通安全的主管機關 那種未定 變成打炸的漏網之魚 這個是Yahoo奇謀網站寫的這樣 然後再來是Yahoo裡面的奇謀新聞 他這裡一週前 今天是2023的3月29 他有提到打炸國家隊只是喊口號 行政怠惰成詐騙集團的幫兇 行政院去年有成立一個打炸國家隊 現在就是好像處罰這個電信詐欺 這個好像處罰4萬到6萬 目前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那個電信詐欺當然是出案刑罰了 然後相關的這個應該是說 所謂的4萬到6萬就是企業的治安 洩漏各自方面 只有就是說 這個I Tom他有提到 台灣各自外洩頻傳 那我們處罰好像都4萬到6萬 有一個企業好像是網站處罰56萬最多 但是只有處罰一次 這樣 好 那我們國家也有自動安全管理法 自動安全管理法 然後在四週前 微風洩漏了90萬的各自 這是Yahoo的新聞 然後數位發展部加請行政查核這樣 然後現在這個 現在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我們國家的這個 自動安全 就主管機關定位還是不是很清楚 定位到底是哪個單位是主管機關 不是很清楚這樣 然後就是說雖然有打炸國家 但是那個洩漏各自部分 企業啊 或網站 處罰大部分的4萬到8萬 然後次數不多 次數不多這樣 然後沒有 沒有懲罰的那個 懲罰不夠 那個力道不夠強這樣 然後 國家自動安全的這個主管機關 還是定位不明 好 好 這是事務商面理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跟各位報告 國家安全會議裡面出版的這個 國家自動安全戰略報告的主要內容 主要主要內容 好 在這個 嗯 國家自動安全戰略報告裡面 我們的 我們有願景 然後還有 這是2.0 知通 治安及國安戰略2.0的推動策略 還有推動的 做法 做法 在做法 治安及國安戰略2.0 推動做法裡面 第一個就是充實治安卓越人才 培育治安的卓越人才 聯合作戰的機制 第二個是強化人民 家園安全防護 鞏固治安外交的那個 一個網路防禦 這是Protection 第一個就是 people 就是充實治安卓越人才 第二個 推動做法 治安及國安戰略2.0的推動做法 就是Protection 強化人民家園安全防護 鞏固治安的外交網路防禦 第三個是Prosperity 促進產業繁榮發展 產業落實治安 推 驅動這個 治安的這一個產業 這樣 就是 這個是 跟各位報告 好 那我們 首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治安及國安戰略的 這一個 執行狀況 105年的時候 行政院成立一個 支通安全處 行政院成立一個 支通安全處 然後我們也有訂定一個 支通安全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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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個 現在那個全球重大的那個 治安威脅型態跟案例 好 各位嘉賓好 那繼續跟各位嘉賓介紹 目前全球重大的 治安威脅的型態 嗯 社交工程 哦 搭配 十四議題 做為攻擊的組 從那個 攻擊的啟動 是從 釣魚郵件開始的 這樣 這是這種形態 第二種 形態的話 利用現成的工具 網路上現成的工具 或商業 軟體的工具 進行入侵攻擊這樣 然後 並 滲透 掌控這個AD系統 利用政府的 系統 導入政府 共同的模組 基礎這樣 GCP 以合法的服務 透過 GPO 派送惡意的程式 橫向的擴散這樣 然後 攻擊 供應鏈的攻擊活動也加劇 物聯網的攻擊 鎖定 也有 勒索軟體 勒索軟體 也是有的 還有那個 社交工程事件頻傳 社交工程 然後 然後供應鏈攻擊 也是有 供應鏈的攻擊 然後再來是 勒索軟體 轉向目標式的攻擊 這樣 另外的攻擊軟體 就是攻擊那個 串聯網 串聯網的設備 這樣 還有 攻擊商業軟體的漏洞 還有 物聯網 物聯網 攻擊物聯網 這樣 好 這個是全球的 的那個 這個 治安攻擊的樣態 這樣 好 呃 在這個 呃 國家之通安全戰略報告 2021年的2.0版的 呃 供應鏈的也有 供應鏈的攻擊 呃 弱點供應鏈 產品 資金 這是外包 股權結構 這些都是 釣魚郵件的供應 也有 好 所以 呃 另一個 我們國家面臨的這個 治安挑戰氛圍 治安人才不足 外部新型態的 治安威脅 還有國內的 治安產業的發展 三個面向 第一個 我們面臨到的是 治安人才的 不足 治安人才的不足 然後再來就是 外部新型態的 治安威脅 治安威脅 嗯 再來就是 國內治安產業的 發展 產業的發展 這樣 就是 國內各界把治安 就是在這個 產品裡面設計 治安的產品 就是資訊產品 有治安的 這種風險意識 還是 不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好 那所以說 我們整體的 這個圖二 就是整體的 治安衝擊 跟議題的分析 第一個 台灣面臨的 嚴峻的外部治安威脅 第一個是 人才 治安人才的不足 第二個是 外部治安的那個 害青 威脅 國家安全 他攻擊政府 關鍵基礎設施 然後 國家攻擊行為 那個救責 追究他 機制不足 然後被動的防衛措施 無法有效的 防範網路犯罪 跟外部的威脅 在治安人才方面 治安的防禦能量不足 治安的防衛體系也不足 這樣 然後產業 治安需求有限這樣 影響治安產業的發展 發展 所以 有分三個面向 第一個 people 治安人才不足 第二是protection 就是外部的治安威脅 威脅 害青 威脅 國家安全 然後還有 prosperity 這個 就是 駭客 還有治安上的威脅 會 嚴重的 妨礙數位經濟的發展 這樣 這是我們面臨的 面臨的點這樣 現在流行的是主動式的防衛趨勢 而不是說被動的 防禦這樣 主動的 現在就是 數據驅動的主動式防衛發展趨勢 他這個 在圖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 強化主動式的應變 要identify 間別 潛在的入侵者 然後清除home 還有惡意的程式 主動的 proactive 主動的攻擊的來源 重新配置治安的防護眾生這樣 所以目標 主動的防禦機制就是 找不齊預警 然後緊急的應變 response 然後再來是 持續的運作 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介紹 治安及國安戰略2.0 治安及國安戰略2.0的 一些重要的 內涵 首先 首先 在這個 願景方面 vision 圖示裡面有一個 圖示裡面有一個 願景 圖示裡面有一個願景 圖示裡面有一個願景 我們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 reliable 可信賴的 它的主軸就是人 people 然後再來是保護 然後再來是 prosperity 促進產業的繁榮發展 繁榮發展 繁榮發展 目標總共有三個 然後五個 推動策略 叫做 trust trust 五個推動策略 第一個推動策略 tenant 第二個就是 residience 第三個是 unity 第四個是 security 第五個是 technology trust 第一個 tenant 策略培育卓越的治安人才 建構聯合作戰的機制 在這個目標方面 自然2.0的願景就是 打造堅任 安全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然後在目標方面 第一個目標 充實治安卓越人才 這是people 第二個 protection 強化人民家園安全防護 鞏固 治安 外交網絡防禦 第三個目標 就是促進產業繁榮發展 英文叫做prass parity 然後 為了達到這三個目標 有五個策略 trust 第一個 t 培育治安的卓越人才 就治安 這個卓越人才 限定在治安這方面 建構聯合的作戰機制 第二個r 叫做residence 提升防護人類的韌性 第三個是unity 就是國際合作 U就是團結的意思 就是促進治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第四個是ssecurity 發展精實的防禦機制 打擊網絡犯罪 網絡犯罪 網絡犯罪叫cybercrime 第五個是technology 落實產業落實治安 驅動治安產業這樣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個圖 治安及國安戰略2.0 願景跟目標 在行動方案 我們有行動方案方面 我們有定定一個國家自通安全 發展方案 好 我們的主軸就是e people 人 治安人才 第二個是保護 保護 然後再來就是 prosperity 促進產業繁榮發展 protection裡面的目標就是 強化人民 家園安全防護 鞏固 治安外交網路防禦 people裡面就是充實 治安卓越人才 這個是目標 然後有五大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t trust talent 第二個是r 第三個是u 第四個是s 第四個是t 好 第一個這個t 很大寫 這是五大策略 trust trust 這是目標 第一個t 就是培育治安的卓越人才 然後聯合作戰機制 然後第二個是提升防護的韌性 rejunience 第三個是unity 促進治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體系 第四個是安全 發展精神的防衛機制 打擊網路犯罪 第五個是 弱使治安 驅動治安產業 technology 第一個是talent talent的部分 他的做法裡面 第一個就是 強化治安的特戰能力 特戰能力 然後培育卓越跟實戰的治安人才 第二個是建構聯合作戰機制 推動公司部門的協同治理 第三個是完備治安的組織架構 因為組織架構跟人有關係 所以這是策略 Talent裡面的三個做法 第二個是rejunience 提升防護的韌性裡面也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是 首先我們要針對弱點來管理 然後提升公部門跟實部門 數位聯防還有應變能力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我們要進行盤點跟評估 所以國家層級的治安風險 Risk 我們要給它盤點 盤點 然後再來是evaluate 評估 然後研發關鍵的核心技術 第三個資源向上集中 盤點關鍵系統 還有網路的架構 這就是提升防護的韌性 這是第二個策略 第三個策略是Unity 就是Unity 促進治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第一個 深化 因為國內外聯防 所以一定要情資交流 所以深化國際的情資交流 第二個 擴大國際的參與 然後聯合理念相同的夥伴 物語類聚 第三個鞏固友邦發展 數位的治安外交 第四個策略就是Security 發展精神的防禦機制 打擊Cyber crime 網路犯罪 在做法方面裡面有三個 第一個 更需落實自通安全管理相關的規範 我們國家現在有自通安全法 第二個 提升科技主動偵查 網路溯源分析能量 這個我是建議 我們國家的科技偵查法 能夠盡速通過 第三個 完善網路法規與標準的 procedure 程序 建立一個 audit 查核的機制 Security 然後再來是 Technology 落實產業的資安驅動 資安產業 這是第五個策略 第五個策略 裡面也有三個 第一個是落實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資安導入 第二個提升資安產業的自主能力 發展新能力的資安能量 第三個跟國際接軌國際規範 這個裡面有提到 落實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資安導入 在這個後面裡面 這個戰略報告裡面 它這個有 有那個六大核心領域 六大核心領域 跟各位嘉賓報告一下 它這個 這個六大核心的戰略產業 就是有123456 先從上面好 確保第一個是發展5G跟半導體 資安檢測技術 確保資訊 數位供應鏈的安全 5G跟半導體的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就是防護精準 健康戰略產業發展 就是建構新一代的健保 醫療資訊跟資安系統 就精準的嘛 健康的戰略產業 這跟健康健保有關的 然後再來是完備 綠能跟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 就完備綠電交易的 資安機制 再次完成衛星操控 與衛星資訊加密程式的發展 這是國防的 防禦國防跟戰略的產業 1234 第五個就是 維護民生跟戰備產業的營運 建立民生物資產銷管理平台 跟資安措施 第六個是 發展 adult 與醫療等 新型 新型領域的解決方案 強化治安跟新型領域的防護 開發 ALOT ALOT 跟醫療 ALOT ALOT 各位嘉賓等一下 查看一下 這個 ALOT 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的 ALOT 是什麼產業 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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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還要搭配這個 資安 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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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安 ALOT 看看這是什麼新的領域 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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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是 資安 ALOT 加密的 5G ALOT CIPHERTECH.COM.TW 裡面 亞利安 他有提到 ALOT 具備輕量高速省電 高安全的特性 保護你的 LOT 系統 免於成為 駭客手中的 殭屍網路 這樣 殭屍網路 這個 這個好像是一個網路的 那個資安系統 資安系統 這樣 ALOT ALOT 這個 ALOT 5G的ALOT 這個好像是 資安的 資安系統 資安系統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這個應該是 ALOT 這個叫做 人工智慧 結合物聯網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 ALOT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 A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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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是蠻新的產業 ALOT 我們網路把他翻譯成 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 人工智慧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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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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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T LOT是物聯網 IoT LOT是物聯網 人工智慧物聯網 他說物聯網加上AI人工智慧 物聯網是LOT 加上導入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變成ALOT A的話是AI的縮寫 LOT 人工智慧物聯網 人工智慧物聯網 我們這個產業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開發ALOT 人工智慧物聯網 A的話就是Artificial人工智慧的意思 LOT是物聯網 人工智慧物聯網 與醫療等新型領域的解決方案 強化治安與新型領域的那個 防護這樣 這就是六大核心的那個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六大核心的戰略產業 好 接下來繼續跟各位嘉賓報告這個 智慧2.0 的一些 一些內容 繼續跟各位嘉賓報告 智慧2.0的戰略報告 這個是他的全名叫做國家智慧安全戰略報告 2.0 在1.0的時候 我們行政院成立一個智慧安全處 然後實施智慧安全管理法 然後我們成立一個智慧電均 強化自主資安產業 我們有智慧電均 我們的目標第一個就是people 充實治安卓越人才 第二個目標就是強化人民 家園安全防護 鞏固治安的外交領 網路防禦 第三個就是protection 第三個就是促進產業的繁榮發展 接下來我們看一個跟各位嘉賓報告 在這個充實治安卓越人才 培育治安卓越人才 聯合作戰機制這個部分 他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強化治安能力 培育治安卓越的跟實戰的人才 這是他的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建立建構聯合的作戰機制 推動公司協同治理 這是第三個 第二個做法 第三個是完備資安的組織架構 第三個是完備資安的組織架構 這就是他的做法 在每一個戰略裡面 每一個戰略裡面 每一個戰略裡面 每一個戰略策略 strategy 第一個是T 培育治安卓越人才 聯合作戰機制裡面 他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是強化治安 特戰能力 培育卓越跟實戰的人才 第二個是建構聯合的作戰機制 推動公司協同治理 第三個就是完備資安的組織架構 他的策略 五大戰略 第一個是Talent 資安人才 第二個是Resilience 提升防護的韌性 第三個是Unity 就是促進資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第四個戰略就是Security 發展精神的防禦機制 打擊網路犯罪 第五個是科技 產業落實資安 驅動資安產業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看 這五個戰略裡面 第一個戰略就是 充實資安卓越人才 培育資安卓越人才 然後充聯合作戰機制 他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是強化資安能力 培育資安卓越跟實戰的人才 這個就是他實際的 更細緻的做法就是完善資安的高教環境 然後在這個數位發展部 成立一個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然後再成立一個技術服務中心 還有資安卓越中心 第三個實際比較實際的做法 就是那個設立那個防衛 防衛後備動員署 防衛後備動員署 那個全動署我們現在是成立的 全動署成立的 所以他這個是說完善資安的教育環境 在這個表善資安人才培育計畫裡面 然後第二個是成立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第三個是防衛後備動員署 防衛後備動員署 防衛後備動員署 我們現在有成立一個全動署 跟各位嘉賓報告 全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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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這個單位的正式名稱 全動署 跟各位嘉賓報告一下 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 他的全民... 他這個署的話叫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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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衛後備動員署 後來我們國家正式的名稱改為 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衛動員署 那在我們這個動員匯報 裡面 在動員匯報裡面 有那個動員... 全民防衛動員匯報 有全民防衛動員 採取匯報跟計畫雙重體系的 所以我們有那個動員匯報 全民防衛動員匯報 全民防衛動員匯報 這個... 全民防衛動員業務 全民防衛動員業務 呃... 這個... 90年的時候我們國家通過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詳稱全動法 全動法 那現在流行的就是高中生造冊 好像那個... 後來這個好像很有爭議嘛 這個就是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那本來是叫做... 之前叫做國家總動員 業務把它調成為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這樣 好 那我們... 我們在這個資安人才培育2.0計畫裡面 我們就是說 國防部要成立一個... 防衛後備動員署 防衛後備動員署 我看是不是有這個單位 這個叫做... 防衛後備動員署 防衛後備動員署 我看是不是還有一個叫做... 防衛後備動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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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 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 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動署 全動署 國防部裡面有一個全民防衛動員署 AODM All-Out Defense Mobilization Agency 動員署 全動署 一般好像是全動署 全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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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由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 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計畫 是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然後由下下 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改變的全民防衛動員署 改變成為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衛動員署 所以事實上 我們知道2點裡面這個計畫 防衛後備動員署 後來正式的名稱叫做全動署 全民防衛動員署 全民防衛動員署 好 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做法 建構聯合作戰機制 推動公司 協同治理 然後再來第三個做法 是完備治安的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 那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有成立一個數位發展部 數位發展部 這個數位發展部 這個數位專責於整合資訊 電信網路和傳播 五大數位發展相關的領域 所以它這個事實上 數位發展部也有負責治安 行政院有自通安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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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自通1.0的那個 治安鐵三角把它提升為六塊基 六塊基 好 這個六塊基的話 就是這個六塊基 國安費 國安會 國安局 好 繼續跟各位嘉賓報告 在戰略1.0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裡面的1.0 它有一個國家治安鐵三角 第一是通傳費 會 第二是行政院治安處 自通安全處 這就是行政院治安處 通傳會 在新的六塊基裡面 戰略2.0 成立國家治安六塊基 這個就沒有包含通傳會 然後國安會 國安會 國安會裡面的自通安全辦公室 國安會還在 我建議把通傳會把它加進來 變成七塊基 還有那個數位發展部的 自通安全署把它加進來 變成八塊基 這個是通傳會的 國際化通訊傳播委員會的網站 它的英文叫做 NCC National 國家的 Cinecommunication 通訊傳播 Commission委員會 它的業務裡面 包含 通訊傳播的監理 網際網路傳播的政策 通訊傳播事業的監督 還有網路的 通訊傳播網路的監管 還有通訊傳播系統的審核 還有那個通訊傳播 傳輸 網際網路內容分歧 還有法律規定的事項 通訊傳播競爭秩序 通訊傳播事業重大爭議 消費者保護事宜 還有通訊傳播 監理境外事務及國際交流合作 通訊事業網際網路傳播 相關基金的監督管理 通訊傳播業務的監督調查裁決 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的取締跟處分 其他通訊傳播事業的監理 這裡很重要就是違反通訊傳播 相關法令事件的取締跟處理 像現在洩漏扣資好像都給他處罰 4萬到8萬 最重的一次好像是56萬 顯然力道還是不夠 從這個NCC的這個業務長理裡面 我們就可以發現 包含通訊傳播業務的監督 還有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件的取締跟 處分 這就是他的那個 直把機關 通訊傳播的直把機關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戰略2.0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戰略2.0 成立國家治安六塊機 要把通傳會加進來 還有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治通安全署要加進來 所以就變成了 治通安全署一塊機 通訊通傳會NCC兩塊機 國安會三塊機 國安局廖阿局 行政院治安處 這個就是行政院治安處 移到這裡 加一個刑事局 還有國防部的直通電軍也加進來 所以就是123456 再加上數位發展部的直通安全署7塊機 再加上通傳會8塊機 關鍵基礎設施部分裡面 有通傳的 經管的 經濟的 衛福的 科技的 交通的 這是關鍵基礎設施 這叫做戰略2.0 裡面的六塊機 聯防體系 在戰略2.0裡面 第一個是people 第二個是protection 戰略是protection 強化人民家園 安全防護 鞏固資安 外交網絡 第一個做法 就是提升防護的韌性 提升他防護的韌性 第一個是促進治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這是他的第二個 戰略目標 然後再來就是 三 發展精實防禦機制 打擊網路犯罪 網路犯罪 這應該不是戰略目標 是他的做法 他的做法 這樣 做法 然後再來就是 智慌安全 第三部分是 prosperity 促進產業繁榮發展 產業落實治安 驅動治安產業 所以第二個 protection 這個部分 protection部分裡面 他就有三個做法 第三個就是發展 精實防禦機制 打擊 cyber crime 網路犯罪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做法裡面 第一個做法裡面 在這個protection裡面 第一個做法 提升防護的韌性 提升防護的韌性 這部分 他的任務就是說 要針對被鎖定的弱點 然後強化委外供應鏈的管理風險 然後提升八大關鍵基礎 資訊的關鍵基礎設施 還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承受大規模的網路滲透 高強度的網路攻擊以後 能夠快速的 有效的給他應變 聯訪 然後 護衍 然後事後的給他見音 然後歸音 見識 然後歸音 然後第二個目標就是 完成國家層級的治安風險評估 這樣 第三個任務就是 就是說 要向上集中管理 整合機房跟網路的集中出口 然後機房能源效率改善 這樣共用行政資源系統 減少暴露在外 然後缺乏管理的窗口 在Protection這個戰略裡面的第二個 做法 就是促進資安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聯防體系 然後他實際的做法就是 第一個 深化國際情質分享 然後再來是 協同理念相近的國家 進行資安的交流 這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 雙邊合作為基礎 繼續強化資安的外交 然後 外交那個 顧幫方案 顧幫方案 提供有效的資安需求 提供有這個 資安需求的 這個有幫 外交有幫 資安 我們給他assistance 給他幫助 這樣 這個叫數位外交 數位外交 好我們看一下2.0的 這個多邊資安交流 交流方面 就是協同理念相近的國家 建立常態的 制度化的資安合作 這樣 然後建立區域聯防 還有早期的預警機制 預警機制這樣 然後還有 協同 有資安需求的國家 提供資安技術協助 執行資安合作專案 然後推銷促進我國的資安產品 這是2.0的 好 第三個做法就是發展金石的防禦機制 打擊Cyber Crime 網路犯罪這樣 在打擊 這個有分幾 金石防禦裡面有分幾個部分 幾個部分這樣 國安局跟國安部的話 就是自敵機先 主決攻擊 就是 我們的資安是要向前防禦的 從源頭擾亂 或阻止境外敵對勢力的網路作戰 這是國安局跟國安部的業務 自敵機先 國境線上的話 就是調查局 跟行事局 就是防治新型的網路犯罪 提升資安事件的溯源 最終能力 加強跨境的網路犯罪偵查的機制 各部會的話 跟政府部門就是應變協作 八大基礎 關鍵基礎設施的話 提升它的韌性 然後在這個資安產業 跟資安相關的協會裡面 就是公司領域協同一起 來治理這個網路空間這樣 來建構跟提升公司領域 資安情資通報 還有聯防的平台 建立一個效率這樣 那我們108年有頒布 資通安全管理法 然後現在大務司機就是說 要根據資通安全管理法 還有相關的指命令的那個 這個配套措施 好 在資通安全方面 第三個大的這個 大的這個方向方面 就是促進產業的房仲發展 產業落實治安 好 驅動資安的產業 好 好 這個 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的這個 回顧一下圖 圖4 圖4 就是說我們有5個策略 TRUST TRUST 這是5個策略 目標的話 是people protection plus parity 這是目標 然後策略是TRUST TRUST 這是他的策略這樣 好 那有這個 這個基礎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這樣 繼續往下看 在這個第三個主軸 促進產業的房仲發展 就是產業要落實治安 驅動治安產業 事實上 資安產業它的價值 它那個產值非常高 109年 國內資安的產業的種子 可以達到新台幣552億 廠商大概有340家 從業人員大概有9000人 所以事實上 這個 事實上它的產值還是蠻大的 它的那個 資安各類的產品裡面 它這個資安裡面 它有 終端跟行動裝置 還有網路安全 網路安全 還有資安營運管理服務 還有資安系統的整合的建制 物聯網的安全 資料跟雲端應用的安全 還有資安檢測 見識顧問的服務 資安支援服務 這個產值比較大的話 就是網路安全 接下來就是 終端跟行動裝置的 防護這樣 像行動鐵 那個網路安全的話 是它的產值 2020年的產值 可以達到156.9億 所以它的網路安全的產值 事實上是非常 非常高的 很值得投入這樣 然後在這個促進 產業發展的發展裡面 第一個做法就是 落實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 治安的導入 治安的導入 如何導入治安呢 第一個 強化數位轉型 企業的治安能量 強化它的治安能量 建構智慧型的國家安全環境 然後再來是 治安卓越中心 就是說 協防核心 協防 治安卓越中心要協防 進行協防核心戰略產業 我們的核心戰略產業 第一個 開發5G跟半導體 第二個是 新一代的健保 醫療資訊跟治安系統 第三個是 綠電交易 第四個是 衛星操縱 跟衛星資訊 第五個就是 民生物質的產銷管理平台 第六個是 開發 Outlet Outlet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的物聯網 服務 與醫療等 新型領域的解決方案 這是六大產業 一、二、三、四、五、六 第二個做法是 提升治安產業的自主能力 發展新能 新能 新領域的那一個 治安的量能 第三個是 接軌國際的規範 這樣 接軌國際的規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治安及國安戰略1.0跟2.0的比較 在治安1.0裡面 我們行政院有成立一個 治通安全處 這是1.0 1.0的時候 戰略1.0 治安及國安 戰略1.0的時候 有成立一個 行政院治通安全處 在2.0的方面 我們有成立一個 數位發展部 還有一個治通安全署 然後呢 然後打造政府六壞機基礎團隊 兼死合作 六壞機裡面有包含行政院治通處 我建議把六壞機把它變成八壞機 把第八個數位發展部的 治通安全署加進來 還有第二個NCC 也把它加進來 6加2等於八壞機 1.0的話 是治通安全法 還有修正國安法 還有國家情報工作法 國家情供法 國家情報工作法 簡稱情供法 2.0的話 法尊的落實 關鍵基礎設施 為外 供應鏈 資料庫裡面 就是落實執行 治通安全法 還有國安法 1.0的話 成立個治通電軍 2.0的話 把它加進來六壞機 2.0的話 強化資安卓越人才的培育 然後公司團隊的協力互助 1.0的話 強化自主的治安產業 然後2.0的話 是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資安部署 所以這個 資通2.0裡面 反過提到 這個 六大核心戰略的產業目標 產業目 產業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第一個就是 確保數位的 資訊的數位供應鏈安全 所以開發5G跟半導體 這個是資安的檢測技術 然後再來 第二個戰略產業是建構新一代的健保醫療資訊 好 跟資安系統 所以防護精準的健康戰略產業目標 第三個戰略產業就是完備綠電 跟再生能源 好 產業發展 所以完備綠電的交易 還有資安 機制 第四個核心戰略產業就是 完成衛星操控 與衛星資料的加密程式的發展 防禦國防與戰略產業 好 而第五個 核心戰略產業目標就是 維護民生還有戰 戰備產業的營運 建立民生物資產銷管理平台 還有資安措施 第六個核心戰略產業 就是開發AROT AROT是artificial ROT ROT是物聯網 就是人工智慧物聯網 與醫療等新型領域的解決方案 強化資安與新型領域的房務 這就是六大核心戰略目標 這是1.0跟2.0差在哪裡 1.0的話 就是資安及國安戰略1.0跟2.0差在哪裡 1.0的話 強調的是在這個產業方面 強化自主的資安產業 2.0的話是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我們把那個資安產業把它擴大成六大核心的戰略產業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 2.0跟1.0差在哪裡 有四個不同 組織面 組織面的話 我們成立數位發展部 建構六怪基的那個資安團隊 這個法治面的話 就是深化各界法尊的落實 法尊 法律的遵守 法尊 最主要是治通 治通安 這個 主要的法律是治通安全管理法 還有國家安全法 還有情供法 治安法 治管法 治通安全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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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法 所以法治方面有涉及到治安法 國安法 情供法 這本來繼續落實這樣 然後改善委外 還有供應鏈的管理 強化資料庫的這個 Protection 防護 在人才面方面 就促進公司團隊的協助 強化資安卓越人才的培育 發展精神的防禦機制 第四個產業方面 加速六大核心 戰略產業的治安部署 以治安作為數位國力 我們現在強調的是數位國力 建構共存共榮的台灣產業生態系 這叫Prosperity Prosperity 那自然就是數位的免疫力 打造堅韌的安全的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這就是2.0的願景 其免政府跟民間 產業一起群策群力 超前部署 這個書名叫做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一狠自然及國安2.0 著作全人是國家安全會議 發行人的話是顧女雄秘書長 作者是國家安全會議 裡面的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 總審定的話是國家安全會議裡面的一個李漢銘諮詢委員 中研院的李德財院士這樣 哪個單位出版的呢 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 國家 所以他的願景的話就是 這個2.0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是由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會議裡面的國家自通辦 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簡稱 自通辦 自通辦 願景的話 這2.0的願景就是 第一個people 第二是protection 第三個是 prosperity 就是打造監政 regidious safe 安全的還有可信賴的 reliable 好的智慧國家這樣 好 那跟各位嘉賓補充報告 根據這個奇摩這個新聞 新聞透視打炸國家隊只是喊口號 媽 行政怠惰造成詐騙集團的幫兇 各自外洛頻傳 直接造成詐騙集團猖獗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個自通 這個有關於這個 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件的取締跟處分 這個權限在NCC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管這個自通安全裡面 除了6塊7裡面應該加上一個通傳會 可能會比較自通安全 會比較好 然後奇摩新聞裡面也有網路交友的主管機關 還是 還是沒辦法決定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行政院 一個國家自通安全匯報 所以在這個 涉及到自通安全這個主管機關方面 這個還蠻複雜的 它有可能是哪些單位 涉及到國家自通安全方面 有可能是這個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的出版者 就是國家安全會議 它是不是最高的自通安全管理主管機關 主導機關 好像也不是很確定 然後在這個行政院裡面 行政院裡面也有一個國家自通安全匯報 行政院有一個國家自通安全匯報 行政院應該是最高的指導機關 問題是我們國家自通安全 上面還有一個總統府的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安全會議裡面的自通辦 所以到底是哪一個是主管機關 真的是很令人感到很模糊 因為我們是講六塊機 六塊機 到底哪一個是主管機關 很模糊 然後行政院的治安處 是不是主管機關 也有可能 因為行政院是最高層級 行政部門的最高單位 國安局也有可能 在這個行政院上面 我們還有一個國安會裡面的治安辦 你看這個戰略1.0裡面 最上面就是治安辦 所以國安會裡面的治安辦 也有可能是最高的主管機關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行政院的治安處 也有可能是行政院的自通安全匯報 那到底是哪個主管機關呢 或是NCC 或是數位發展部的自通安全署 這個好像都 就是在治通安全 治通安全的主管機關 這個部分 我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 這個治通安全報告 還是必須要讓它 讓它這個更精準 更精準 在這個ITOM這個網站裡面 它說 只要是駭客入侵 人家想到的是 治通安全管理法 但是我們台灣的治通安全管理法 只有規範公務機關 所以各自法 如果讓它發揮更大的效力 也事實上 所以我們剛才看的 治通安全 2.0裡面 好像忽略了這個 治通安全管理法 只有提到 治通安全管理法 忽略了這個各自法 所以ITOM裡面這個網站 有提到 治通安全戰略報告2.0 這只有提到 就是在法律的遵守方面 落實方面 只有提到 治通安全管理法 反而是忽略了各自法 好可惜 好 虛擬貨幣到底是誰主管的 可能 在這個數位時代網站裡面 我們有 我們 在這個治通安全裡面 我們有公佈一個行政命令 各機關對危害國家 治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規則 我們有行政命令 但是主管機關 虛擬貨幣到底是哪個主管機關 現在也是還是搞不定 還是搞不定 企業各自外漏案頻傳 唐鳳 這個四周前 這是中央廣播電台 他準備要修治安 治通安全管理法 數位部要配合 治通安全管理法 我們可以發現 各自的外洩方面 就是說 治通安全管理法 現在的 因為治通安全管理法 只有規範公務機關 那現在各自法 才能規範到這個私人企業 所以要嘛就是 把各自法 納入到這個 治通安全報告2點裡面 也是他 他的一個執行的重點 要嘛就像唐鳳部長一樣 要修改治安 治管法 治安法 治安法 三周前 這個 雅霍奇摩新聞有提到 國民黨黨團 轟這個 唐鳳部長 治安漏洞百不平 數位不回應的人 好 那我們國家現在 數位發展部有一個 國家治通安全研究院 治通安全研究院 那 很多政府 部門裡面都沒有做好 治通安全管理 所以 事實上 這個 對了 我們這個 治通安全的主管機關 是數位部嗎 好 是數位 數位部有回應的 因為有一個國家 治通安全研究院 但是 我們的 這個 治通安全戰略報告 事實上是國安會發佈的 所以 在行政院的 數位發展部上面 是不是 國安會是真正的 我們中華民國的 治通安全管理的主管機關 這個也是 也是 不是 到現在目前為止 還不是很清楚的 好 好 那中共對我們台灣 自由時報提到 中共對 自由日日 shut 他說 認知戰 中共對台灣的認知戰 是天羅帝王 我們台灣是國安不設法 不會能不能再提皮球 這是自由時報的 一週前 那今天是2023的3月21號 那個 國安人事優心 就是說 中共認知作戰 對台灣非常嚴重 但是 台灣很少有一個 智通安全的主管機關 來 來應應這個 中共對我們的認知戰 這樣 好 那這個 雅虎奇摩新聞 他說 有立委質詢唐鳳部長 各自外洩頻傳 唐鳳部長說 明年底確保 A級機關 不發生 我們內政部互證實的 智通系統也遭害 遭害 戶籍資料大量的外洩 所以這個 唐鳳部長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裡面質詢 多位立委的關切 就有關於各自安全 所以事實上 智通安全這個部分的主管機關 應該是數位發展部 數位發展部 但是 數位發展部上面 跟各位嘉賓報告 數位發展部上面 還有一個行政院 有一個治安處 還有治安 智通安全匯報 行政院上面還有一個國安會 所以說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 國家的智通安全的主管機關 到底是 國安會 國家安全會議 還是行政院的智安處 還是行政院的智通安全匯報 還是數位發展部 感覺還是 不是很清晰 還不是很明瞭 這樣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的那個 爭議性 在一個月前 立委 這雅虎的新聞 立委賴香林 他說政府各自外洩連環報 數位發展部 卻認為事不關己 自然漏洞誰來補 這就是我跟各位嘉賓報告的 有關於各自外洩 我們的智通安全 到底是數位發展部在負責呢 還是數位發展部上面有一個 行政院治安處 還是行政院裡面有智通安全匯報 還是在行政院的上級機關 有一個國安會 還是國安局 在負責 我們看了這些新聞 我們還是搞不清楚 中華民國的智通安全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在負責 一個月前 數位發展部認為他不是 智通安全的管理機關 幾個月前以後他們就承認了 好 然而數發部 數位發展 數位發展部簡稱數發部 表示他不是健保各自的主管機關 這應該是衛福部 那問題是他的社交 比較智通安全 所以說健保各自主管機關應該是衛福部 但是智通安全方面的主管機關 應該是衛福部 數位 數發部吧 這就是 有關於健保各自這部分外線 到底是數位發展部在負責呢 還是衛福部負責 政府就要提來提去就對了 提皮球 這個也可以顯現說我們國家智通安全 這個就是主管機關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個單位在負責這樣 好 六天前 這個雅虎新網裡面 他批打炸國家隊 只會互踢皮球 民眾黨 民眾黨次主管機關不作為 應加速監管 他說我們政府的頭鳥心態 是打炸失敗的最大原因 數位部應該斷絕侵業各自外洩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應該是數位部 通傳會要持續篩查低成本 高獲利的詐騙簡訊 所以通傳會事實上也是 也是要 也是自通安全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執法單位 那結果我們六塊機裡面 沒有通傳會也是很可惜的 也是非常可惜的 好 一個月前 ITOM有一個新聞 第一個治安專責行政法人揭牌 治安院 治安院 這個訴法會裡面的一個治安院 治通安全研究院 國家級的治通安全研究機構 他是應該只是一個研究機構而已 好 好 那 我們可以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國家的這個六塊機 六塊基礎聯防體系 在治安方面還是不足的 我們看一些新聞 就可以知道通傳會事實上 也是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要加進來 第七塊機 還有數位發展部 數位發展部 現在新聞都提到數位發展部 變成八塊機 那我們看一下六塊機裡面 第一個是國安會 國安局 調查局 行政院的治安處 行事局 國安部的治通電軍 就是少一個數位發展部 事實上我講的八塊機 還可以再加一個九塊機 行政院裡面 有一個自通安全匯報 行政院有一個自通安全匯報 除了六塊機 再加上我講的 數位發展部 自通安全署 還有一個叫做通傳會以外 八塊機 事實上還可以加一個九塊機 行政院有一個 自通安全匯報 應該加進來會比較好 六塊機要變成九塊機 好 那最後要結束之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裡面 我們可以從這個表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國家自通安全 我們國家自通安全戰略的整個架構 我們的願景 資安及國安2.0 就是要打造一個很堅韌的 安全可信賴的智慧國家 所以我們的主軸有三個主軸 第一個是people 人 資安人才 第二個是protection 保護 第三個是prosperity 促進產業的繁榮發展 在protection裡面分為兩個目標 第一個是強化人民的家園安全防護 第二個目標是鞏固 資安外交的網路防禦 這個叫外交 資安外交 那prosperity裡面就是促進 產業繁榮發展 就是它的目標 在people裡面的目標裡面 就是充實資安的卓越人才 然後我們有五個戰略 第一個戰略是talent 就是培育資安卓越人才 聯合作戰的機制 第二個戰略就是提升防護的任性 resilience 第三個戰略就是unity 促進資安的國際合作 建構國內外的聯防體系 第四個資安的戰略就是策略 就是security 發展精神的防禦機制 打擊網路犯罪 第五個資安的策略就是technology 產業落實資安 驅動資安的產業 在第一個talent裡面的戰略裡面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是強化資安的特戰 它這個能力是特戰 培育資安與實戰的人才 除了卓越以外還有實戰的人才 第二個建構聯合作戰機制 推動公司的協同治理 這是第一個策略裡面的 talent裡面的第二個做法 第三個做法就是完備資安的組織架構 我建立成立九塊機 第二個戰略裡面就是提升防護的任性 resilience 它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強化弱點的管理 我們要版點 然後提升公司數位聯防 還有應變的能力 第二個做法就是國家層級的治安 風險評點還有評估 assess 然後研發很關鍵性的技術 第三個做法就是資訊 資源 向上集中 盤點關鍵的系統 還有網路交構 然後第三個策略的話 策略的話就是 unity 它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是深化國際的information sharing 情資分享 第二個是擴大國際參與聯合理念相近的夥伴 進出物語列具 第三個是鞏固友邦發展數位資安外交 這叫做資安外交 這個新的名詞叫做數位資安外交 第四個戰略是security 打擊cybercrime 網路犯罪 它還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 更序落實支通安全管理相關規範 然後這個裡面我們強調的是 更序支通安全管理法 可是我們看新聞 事實上個資法也很重要 國安法也很重要 還有情報工作 情供法也是很重要 這個特別漏掉了一個個資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這個好可惜的 這個security的第二個做法 是提升科技的主動偵查 網路溯源分析能量 這個戰略2.0報告裡面沒有提到 我是覺得應該盡速通過自通科技偵查法 第三個完善網路的法規跟標準程序 建立audit的制度 查好的制度這樣 第五個策略 戰略就是technology 它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 落實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治安的導入 第二個是提升治安產業 自主的能力 capacity 發展新領域的治安能量 尤其是Arnold Arnold 第一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慧的物聯網 這就是新領域的治安能量 第三個是接軌國際的規範 這就是我們自通2.0裡面的願景目標 還有策略五大策略 第二個策略Talent 第二個策略Resilience 第三個策略Unity 第四個策略 Security 安全 第五個策略是technology 然後它每個策略有三個做法 然後最下面有個行動方案 這個行動方案叫做國家自通安全發展方案 好 好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賓介紹的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那我報告完了以後 我覺得我是建立的 國家 我們國家安全會裡面的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 這個也是快要兩年前 一年多的錢 2021年9月出版的 那現在數位發展部已經成立了 數位發展部成立的 是不是應該把自通安全署也把它加進來 因為這個六塊肌裡面這個資料好像都舊了 舊了 我們隨便查網路就是 那個跳出來就是 現在提到自通安全 都是 都是數位發展部都不能離開 結果我們這個六塊肌裡面竟然沒有數位發展部 在有些網站裡面也有提到新聞報紙 也有提到通傳會事實上也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集合可以處罰 那現在那個企業洩漏各自好像都是處罰4萬到8萬 這處罰其實在通傳會的主管單位是通傳會 所以通傳會應該加進來 然後行政院裡面一個自通安全會報也應該加進來 所以這個這個事實上 這個漏掉了通傳會 又漏掉了非常重要的數位發展部的自通安全署 又漏掉了這一個行政院自通安全會報 很可惜 這個所以其中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數位發展部 這個我看網路的資料裡面 立法委員在質詢這個各自洩漏 不管是公部門 實部門的那個各自的洩漏 都會質詢這個唐鳳部長 所以數位發展部是事實上眾見所指的 眾人所指應該就是自通安全的那個主管機關 而不是行政院的治安處 也不是行政院的自通安全會報 也不是國安會的 他可能是一個指導機關 真正的主事 但是他事實上在建構裡面 我們這個數位發展部也只是一個幕僚機構而已 那我們的這個主管機關 自通安全主管機關到底是哪一個 這個我覺得自通安全戰略報告還是要明白的指出來 這個自通安全聯防體系 6塊基的聯防體系漏掉了一個數位發展部很可惜的 然後在這個法治方面 法治方面我發現在處理這個企業在洩漏各自方面 自通安全管理法 他沒辦法規範到企業的洩漏各自 因為他是屬於這個 他規範的是政府部門 所以在這個法律的部分 法治方面 我們法尊的落實 除了自通安全管理法 國安法 勤工法以外 個人資料保護法也很重要 接下來就是自通安全法要修法 讓企業洩漏各自這部分 有管理可以治理他 可以處罰他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這個法尊的落實裡面 只有提到自通法 自通安全管理法 事實上是好可惜的 個人資料保護法竟然沒有提到 這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嘉賓介紹的 國家自通安全戰略報告 資安及國安2.0 這個發布的單位是 國家安全會議裡面的 國家自通安全辦公室 好那非常感謝你的聆聽 謝謝 謝謝也祝福您謝謝